订阅贊 感谢各位假日还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有趣的应用 很高興我們Edge AI Taiwan FB社群 來負責今天的整個議程軌 我們今天幫大家邀請的 除了我以外 五位講者 來跟大家分享有關 Edge AI跟TinyML相關的東西 我們第一場請到台灣素媒派這邊 So Sorry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在Raspberry Pi Pico的部分 怎麼樣來運行TinyML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So Sorry 謝謝Jack 我是台灣素媒派So Sorry 很高興今天來到這邊 很久沒來Costcard分享 去年沒有啦 前年有 因為第一場 所以我們先介紹一個比較大的概念 介紹一下怎麼樣在Raspberry Pi Pico上面 實作TinyML這樣子 我們是Raspberry Pi的官方經銷商 然後我們就是在 專注在Raspberry Pi的應用跟推廣 辦很多社群活動這樣 然後剛好 這一次的Costcard有一個講者 一個日本的講者這樣 然後他是Raspberry Pi的 Japanis User Group的發起人 那因為剛好有這次來 所以我們也很開心的 這次邀請他來一起參加一個聚會 所以我們順便廣告一下 我們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 在天龍書劇 有一個素媒派的社群聚會這樣 然後會邀請這個講者 邀請Masa Fumi 然後來介紹他的有關於 這個Raspberry Pi在上面 跑一個OPEN的 移動式的Mobile的作業系統 怎麼在上面做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有披薩安可樂 大家廣告這樣 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 好 那 我們就是我們Raspberry Pi 就是我們做Raspberry Pi的相關 做滿久 那反正 這是我們的一些內容 那我們這一次就發現 之前這個Raspberry Pi缺貨嘛 所以我們就 開始看一下其他的 相關產品 那其中有個Pico 那時候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這一次剛好就覺得說 Pico竟然上面也可以跑一些 一些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的東西 這樣子 那剛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實作的過程這樣 好 那今天大綱會 大家介紹說 IoT 然後到AIoT 然後最主要是介紹整個 整個 怎麼在Pico上面 工作流程會是怎麼樣 然後會有一個簡單的展示 那IoT的概念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說 很多Sensor 它可能透過一些 無線的低功耗 串連在一起 然後最後連上網際網路 最後你可以透過很多 應用程式 或是透過手機 透過電腦 去讀取這樣子 那之前的IoT 就是2011 1213年開始 新奇的 那大部分在講 怎麼把Sensor 跟這個 透過無線網路 傳到網際網路 那這樣的概念 是IoT的概念這樣 那後來 大家就開始想說 那除了這之外 那可不可以在上面 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只有傳資料 那有沒有辦法 做一些更有趣的事呢 那所以就 後來就陸續有一些 這個產品 就有實作這些事情 比如說像這個 大家很 滿多人可能戴這個 比如說這個 智慧手環 或是這個智慧手錶 那上面會有一些 這個IMU 就是所謂的 這個加速度計 然後陀螺儀 這樣的一些資訊 那所以說 這個使用者 帶著這些 穿戴式的設備 那它可能是 很低功耗的設備 因為很省電 那上面有個 簡單MCU 那可能它會一直記錄 你 你的使用者的一些姿態 一些這個加速度 腳加速度的一些數據 這樣子 那如果說 這個資訊 如果要 即時傳到網路上 那其實很不容易 因為資料量很大 而且再來是 你透過Wi-Fi連 或是透過3G、4G、5G 那就很耗電 所以一般來說 都會透過一個 比較低功耗的 無線傳輸的方式 去連線這樣 那 那 後來就發現 如果說你完全 即時的要傳輸出去的時候 那 資料量可能非常大 所以事實上 是不太容易的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在傳輸過程之前 我們就先把一些資料給 比如說給取樣 或是濾波等等的 我們是取一些特徵值 然後再把這個特徵值傳過去 你知道 所以說 因為頻寬或者是電力的限制 所以說其實你不會 把原始的數據 RAWDATA給送出去這樣 那但是這樣送出去之後 其實 等於說你在你的網際網路端 在你的雲端 你可能就只收到部分資訊 那其實很多有趣的數據 在使用者端 在使用者端 其實就被濾掉了 這樣 那所以說 就有人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在這個 這個原始數據中 我就可以找到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這樣 那 但是我要怎麼樣 在這麼樣的 很低的資源的設備中 我去執行一些 機器學習的活動呢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 就是這個內容 那所以說這幾年一直在講 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 這些範疇這樣 那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 反正是一個 電腦跟使用者 一個模擬使用者的行為 那機器學習是一個實作方式 然後深度學習跟機器學習都是 那只是機器學習跟深度學習的 最大差別就是 機器學習 那可能你可能 你需要可能 先把一些特徵做 資料進來之後 特徵做擷取之後 那產生模型 最後會產生輸出 那深度學習的話 深度學習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他可以自己 在你的資料中 他就找到一些 找到一些特徵去學習 那你必須要 所以說深度學習 他不可能在訓練 或在推論的過程中 最後這個模型 建立之後 推論之後 他可能需要的一些資源 都會是比較大的這樣子 都會需要比較大 那我們要怎麼樣 在一個很低功耗的地方 低功耗的設備 下面做這個事呢 那 所以Tinney Mail就是這樣來的啊 那 我們 就是 這個名詞是 這個 Pete Warden Warden他在 19年的時候 18、19年的時候 他去 設計了這個名字這樣子 然後 他目標 Tinney Mail的目標就是在 1MW 那機體是在 KB或是 10MHz等級的硬體上面 執行 執行機器學習的 這樣的行為 那因為他的設備 這個執行設備 是 比較低功耗的 比較低的 這個 比較低階硬體 所以說 你就 這個ML不是 我們常見的那個 機器學習 是比較 微小的機器學習啊 這樣子 那雖然是微小 可是其實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比如說 你可以做一些 這個 喚醒者 一些特徵 一些 一些喚醒詞的偵測 或是你可以去做一些 噪音的異常的檢測啊 或是說 做一些簡單的一些 物體的辨識等等的 這是很常用的應用啊 那比如說我們 舉一些範例啊 那有些人就 拿下來先做一些 有趣的事 比如說他想要 知道說我這個 這個拳擊的出拳方式 是什麼樣子 所以他就把一些感測器啊 把一些這個開發板 就裝在拳擊手套上 那希望透過這樣 收資料 那 那 最後他就可以去偵測到 你可能 拳擊 這個 拳擊出拳的知識 他就可以用記憶學習裡面 去推論說 到底你 你出拳的時候是用哪一種 拳擊的方式來出拳 那這樣就是一個其中的應用 那這個應用就是基於 加速度角速度 就是移動的這種 六軸加速度 九軸加速度 反正是加速度的 那去做 做的這樣 那除了這之外啊 那其實還有其他的 相關的應用 其實也是一個很常見的 就是偵測這個 汽車目前的狀態啊 比如說 我們這個 如果說有開車的話 那現在很多車子 他會去偵測你現在的狀態 比如說現在車子靜止 那或者前面車 你撞到之後 他可能這個氣囊可會爆開 類似像這樣 那他要怎麼知道氣囊爆開 撞到的人 要怎麼知道撞到 所以氣囊爆開 所以他可能會需要一些 測試去 這個去推論說 去知道說 你現在的汽車狀態 到底是靜止 或是在移動 或是可能 現在撞到了 或是在被拖掉的鐘 所以他就要在 事前他就要先把這樣的資訊 這樣的一些 這個移動的資訊 給記錄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模型 可能裝在車上 所以他就可以知道說 現在我車子的狀態是什麼 那如果遇到 車禍的時候 他可能就氣囊就要爆開 類似像這樣子 那就是一些 相關的應用 那到底在實作上 我們會需要用到哪些呢 那其他也是一樣 因為這種ML 是這種機器學期 他會需要在 這個 這個硬體上面做 所以我們需要硬體跟軟體這樣 那硬體當然 他可能是比較高階的 這樣可能 那也有可能是比較低階的 硬體都可以這樣 那比如說我們可能會從這個MCU開始 那一直到這個開發版 那比如說 OpenNVIDIA開發版 Sparfunk開發版 等等 比如說Restify Pico 等等的開發版 那軟體的部分其實跟 我們一般的 記憶學習用的軟體差不多 比如說 TensorFlow TensorFlow Lite 或Microcontroller 或是Edge Impulse 一些設備 一些服務等等的 那 用起來是蠻接近的這樣 那 可能我們會 針對不同 而且針對不同的 這個 硬體設備 那我們可能會 你可能適用的 這個 TiningMail 就學習的 這個 情形也可能不太一樣 比如說 OMC的Cortex-M Cortex-A M5 或Cortex-A 可能它能辨識的東西都不同 比如說Cortex-A 它的運算量比較好 所以它可能可以做一些 這個 視覺相關的 辨識 比如說 物件分類 或是 人形的分類 人形的辨識等等 它可以在這個 Cortex-A上面做 那如果說Cortex-M等級的 那可能就只能做一些 比較簡單的 比如說聲音的偵測 或是說移動的偵測 等等的 這樣子 那 其實現在有很多 這個開發板 現在都可以 都可以支援TiningMail 比如說 OpenMV Nano Nano33 B1 那這算是最早 拿來當作範例的一個開發板 這樣子 那還有其他的 那我們 就是介紹 會介紹這個 Reset Pico 在上面使用 這樣 那 介紹軟體完硬體之後 那實際上 這個 實際上的這個 TiningMail 大概整個工作流程 會是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 你可能會有 訓練完一個 一個 模型之後 然後 你可能會 轉成 就是你可能要把它 壓縮 或者取代等等 就是你可能 把一些 32 35元的Float 轉成 integer的8bit 8元 那可能讓這個模型縮小化 然後再轉成一個 因為要在那個 MCU上面執行 所以說你可能要轉成 Tensorboard Line Micro Control 這樣的格式 那最後 最後你可能再轉成 這個可以 因為要讓這個 MCU可以執行 可以上面可以執行 所以你可能要轉成 C加2這個 陣列 然後可以讓它 Inference 然後最後部署到 你的這個 這個設備上 一起編譯成一個 這個分位 然後部署在這個 硬體上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 實際上去做 推論 所以這整個流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 過程其實還蠻痛苦 整個這個流程 如果說你 在以前傳統來說 這樣的流程 其實每一個步驟 你都要 就是 不太容易去做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 如果說現在 有一些工具 可以幫我們怎麼做 這個事情 就是讓我們要 開始 很開心的使用 TinyML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呢 那比如說我們先取一個 這個 這個 移動的感測器 就ADXL335 那它是一個 這個可以 紀錄XYZ三軸的 一個加速度的 一個感測器 類比的輸出 那 這感測器 會搭配 我們的Raceride Pico Raceride Pico 是用 ARM的CORXM0 然後它時脈是 133 然後雙核心這樣 記憶體264K 那像這樣的開發版 就可以搭配使用 那 因為Pico有好幾個 它有這個Family 這個系列有四個 那其實這四個上面 這個四個其實都是 都是相同 可以 跑這個 那為什麼用Pico呢 那 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它現在很便宜 而且它這個 Io又很多 然後性能也不錯 這樣 那再來很重要的是它是 英國的晶片 現在我們那個 要 要去中化 抗中寶胎 所以說我們要 選英國製的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它上面可以開發 不同的這個 開發環境 比如說 Micro Python C7C 它都可以這樣 然後再來支援很多這個 開發環境 比如Toni Videostudio 等等的 那再來很多相關的文件 所以說很多廠商就可以拿這個東西 去製造 就生產量產一些產品這樣子 很容易 那我們如果把這個東西 跟我們的 Elixir335接起來 大概就是這樣 反正就是 這個 接起來之後需要有 XYE的輸出 接到我們這個Pico上面 然後 你就可以寫一個 Micro Python的程式 寫一個 Micro Python的程式去讀取 那 比如說你的三個角位 分別去讀這三個角位 它是類比的輸入這樣子 然後呢 你就需要把這樣的資訊 給記錄起來 就是把這個 輸入角位 XYE的這個 加速度的資料 給 記錄 這個給收集起來之後 你把它Print 那因為我們在做TinyMail之前 我們一開始需要先收資料 先需要先收集資料 收完資料之後 你可能做訓練 等等的 所以一開始我們這個 收資料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Micro Python 去寫程式這樣子 很開心 那 你也可以去觀察說 比如說我們用Toni寫 那我們可以去 去觀察說 你這個變化 你是不是正確的接對 XYE的是不是正確接對 變化量是怎麼樣 可以視覺化做這個變化 那當你收集完之後 那我們就真的要進入到 整個的開發流程 因為收集資料是最一開始的 那對我們這個 整個TinyMail的工作流程 那一開始 你會在你的終端 會去收集資料 那我們現在收的資料 就是加速度的資料 那收集完資料之後 最後收集完資料之後 你就會產生一組資料集 資料集 就是資料集是我們要拿來用的 那我們就根據我們的各種參數 我們去做訓練 那這個訓練 傳統的機器學習的訓練方式 可能會在一個比較高檔的設備 或是你去雲端上面 比如Collab 或是這個AWS上面做訓練 訓練完之後的模型 你可能會去 在上面會有驗證 你的模型的好壞 那是修改參數等等的 那測試完沒有問題之後 你可能就會部署 部署到我們的這個 終端設備 那原來的標準的這個開發流程 就是你的機器學習的開發流程 是這樣子 那這個過程中 在這個傳統的 我們這個一般的設備上 是滿容易的 可是對我們來說 就是我們的 如果是在MCU等級的這個設備上 你要做這整個流程 就相對困難了 那比如說你光收資料 把資料傳出來 然後後面的這些什麼 這個比如說 建立模型 或是你調整各種參數 然後最後你要 部署的時候 你要配合你 你設備的這個各種的資源 你可能要有一些 相關的一些SDK等等的 才有辦法部署 這個東西是不容易的 那2019年 有一間公司 這個美國 一間Edge Impost 這樣子 那它就設計一個 這個 一個雲端的服務 那可以讓你很開心的 在使用 使用這個一般的裝置 任何資料 任何裝置 希望能把你的流程整合在一起 那它的設計是這樣 對它來說 就以前傳統我們可能會 比如說我們會 自己訓練 自己有自己訓練的這個 這個平台 然後會有自己的這個模型 那這個都可以匯到 匯入它現在的這個 匯到自己的 匯到Edge Impost的平台裡 這樣子 那跟他們自己的平台整合 那他們有很重要 就是他們可以 針對不同的設備去做發布 這樣子 它可以做設備發布 那可以讓你省掉 在MCU等級的這種硬體上面 讓你很開心的 可以完成這個事情這樣 那所以說 剛剛的流程 一站式的 就可以在Edge Impost 一站式的完成 收資料 訓練 可以在裡面驗證 都等等的 都可以同時完成這樣子 那比如說我們會 一開始會可能先透過 它的一個工具 叫Data Forwarder 那你可以 在你的這個 Local端 去建一個D門 就是建一個服務 那它就會把你這個 剛剛的加速度的資料 上傳到它的雲端的部分 所以你就不用 透過其他什麼Wi-Fi藍牙去傳 你就可以透過它的D門 它寫好D門 就可以做這個事情 那收好資料之後 那它的平台上面 你也可以去 就是 自己去設計 設定 調整一些參數 那比如說你透過FFT 或是你透過一些濾波的方式 高通地通的方式 做濾波 或小波分析等等 那去很快的視覺化 去找出這些特徵 那再來是 你可以自己自建一個模型 或是你可以透過 就是你可以透過它 預設的一些 這個模型的一些建議 你可以很快的生成一個模型 然後也可以訓練完之後 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效能 並且它有很重要的是 它可以去推估說 到底你訓練好這個模型 在這個硬體上面 它用了幾個記憶體 或是記憶體 或是說你的推論時間是多少 對 因為我們平常可能在這個 用在大的機器上面習慣 所以你沒有考慮到 如果在小的NCU上面 那它會需要它的記憶體 或是它推論時間 是不是符合的需求 但是它這個平台上面 有幫你做好這些事情 那最後就是 就是你還可以做驗證模型 就把你這個模型 其實做完之後 你可以即時看說 到底我這個訓練結果 是不是符合我想要的 如果說不行的話 可能就是調整一下 你那些資訊 調整一些那個 比如說再加入新的資料集 或是說你可能把一些 或是調整一些參數 等等的 你就可以重新去做 這個模型的訓練 那最後就是 部署 你可以把這個 根據你的硬體 你可以去直接 它可以幫你發佈成 適合你硬體的這個韌體 就分位的這樣子 那它也可以把它轉成說 C++的政列 讓你可以再配合其他程式 去做整合開發這樣 那最後我們可能 因為它可能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 C++韓式庫 拿來部署到你的硬體上 自己做整合的話 你可能 你會需要修改一些程式 就修改一些地方這樣 符合你的這個實際的需求 這樣子 那最後 最後 做完之後 那你可能會有需要一個 一個 一個推論程式 就是你整合剛剛的那個 C++韓式庫之後 C++政列之後 推論模型之後 你就可以 去做一些推論這樣子 在你的這個 你的設備上去做這樣 所以說 那這部分 因為前面收資料是 使用Micropython 但是你在這個Pico上面 Racer在Pico上面 你的推論 目前還沒有辦法 使用Micropython做推論 你的推論最後 目前還是 只能用C++ 所以 所以這個題目 這次的題目是寫說 這個 只有半套而已 因為他沒辦法整合 這個 就是 收資料跟推論 都是用Micropython 這樣子 前面收資料是Micropython 後面 這個推論是用C++這樣子 那 你收完資料之後 你可能會需要 就是你可能會需要 就是剛剛的東西 可能需要透過一些 這個Pico SDK 去做編譯 編譯完之後 把剛剛的這個 編譯好的分位 去複製到Pico 然後就可以 去讀取你的推論結果這樣 那這支整個流程 那我們就實際執行看看 實際 實際操作一下 大概做法會怎麼樣子 做法是這樣 就是一開始 我們會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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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ico上面 上面 做一個Pico 那這個Pico上面 現在我們已經有一個 Micropython的程式了 這樣子 然後他現在正在執行 所以說我右邊 就是我動了 你就可以看到他上面變化 這樣 所以他其實現在是一個 可以動的情況下 這樣子 他現在是一直把資料吐出來 那之後有這之後 我們就需要把那個 我們現在就需要把 資料給 就是資料給 讓他上傳到 Agent pose這樣 那他就會去讀取 他就會讀取你的 現在的輸入 輸入資料 那輸入完資料 輸入完一些 你的一些參數 比如說你是XYZ 的三軸 三軸 三軸 當你把這個資料輸入完之後 他會提示你說你可以上他的 他的 後台 你可以開始 他會提供一個網址 那你就跟自己做網址啊 你就可以開始 收資料這樣 所以假設我現在 我可能有三個 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比如說是 這個 up down 就是我們可能就是 開始收資料 我就開始讓他很無聊的 收資料 他會紀錄10秒 他會紀錄10秒 他會紀錄10秒的動作 那紀錄10秒的動作之後 他會 有 顯示你現在的 結果這樣子 顯示他那個XYZ 收到的資料 那這個完之後啊 那 這就是 你就可以去建立你的 假設你收 那你就需要收集 很多時間的資料 比如說你有可能 你收集 因為我們想要偵測不同的行為 比如說 偵測他的 上下移動啊 或是你的 這個 揮舞啊 或是讓他 這個Idle 就是讓他禁止 想要紀錄不同 就是分辨這三種行為 那你就現在需要收集 若干時間 可能15分鐘的 資料集這樣子 每一次 每一次都要紀錄10秒鐘 然後這時候 你要去建立 你的這個 你的 模型的 這個 pipeline這樣子 那比如說我去選擇說 它是一個 一個 頻譜的分析 然後它是用這個 分類的方式去做這樣子 那就是把這個 它就可以再往後台上 把這個 這個紀錄下來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你可以去 產生它的 特徵 因為 對我們來說 移動訊號其實是 高頻訊號 那我們可能需要透過 低通的方式 那把一些高頻資料 濾掉 那只留低 就是低頻率的這個 波形過去這樣 那最後我們就可以 開始做 測試分類 那測試分類 它有很多 比如說這個 learning rate啊 或是你要做幾次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去開始做訓練 那當我們做完訓練之後 當我們做完訓練之後 它會告訴你說 它會提示你一個 這個 你的準確度 跟你的 跟 loss結果 跟那個 accuracy 的結果這樣 那 那假設你對這個都很滿意 那你就可以先試試看說 在實際上面 看看說到底它的 它的 分類 線上分類 就現場在上面 如果說根據這個模型 去推論的時候 它可不可以去判斷說 你這個操作的結果是什麼 那你可以先現場試試看 就做live的分類這樣 那如果說這個結果 它會 可以估算出你 根據你剛剛建立的模型 那去估算說 到底你的這個 你的 把你分類到某一個程度 比如說它 像這個就沒有分好這樣 那假設分好的 假設分好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 準備去做部署啦 那部署的時候 部署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放在 就是 我們把它轉成 C家的韓式庫 C家韓式庫 去編譯 這樣 那它就會編成一個 一大包的範例 那這個大包範例 其實通用型的 就是可能在不同的硬體上面 都可以使用 那假設我們要把它 裝到我們Pico上面 我們等一下會 修改一下裡面內容 然後符合這個 並且用Pico SDK 去做 才有辦法去使用 這樣子 所以這個放好之後 我們就把它下載 下載 然後我們把一些 該複製的東西 複製過去 該複製的東西 複製過去 好 好 那假設 假設一切很美好 假設一切很美好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 編譯 那編譯完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 它會產生一個 App.uf2的 分位 那就是我們把這個 分位啊 假設我們把它 複製到我們的 複製到我們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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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o上面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使用 我們就可以看 這個它的結果 假設這就是 推論結果這樣 updown updown就是 就是updown 那如果說我用 這樣 它會可以判斷說 我的 這個 不同的手勢 不同的 不同的行為 它就可以 這邊就可以判斷說 我現在的 現在的行為是什麼 那根據我們的 過程啊 我們就可以 這個 透過MicroPython 去在Pico上面 收資料 收完資料 然後再透過 Edge Impulse上面 做各種的 參數的 比如編譯啊 或者找特徵啊 再來是建立模型 等等的 那最後也可以 透過Edge Impulse 做部署 部署完之後 我們可能在這個 本地端 我們還是需要透過Pico SDK 去把它 把它編譯成 我們這個Pico 適合的韌體 然後把它燒錄到 我們Pico上面 那你就可以很開心的 使用 你就可以很開心的使用 這個 你的 這個 這個 就可以使用 在你的Pico上面 很快很開心的 使用你的 貪念沒有了 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就是 介紹一下這整個 操作流程 怎麼收資料 怎麼去在這個 Edge Impulse上面 去做整個 操作流程 然後最後怎麼樣去做編譯 最後部署 上去這樣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 內容 謝謝 謝謝